Renderforce.com 木游钉出马,真雄找到了!烏统流氓想趁机演变成种族宗教冲突 木游钉出马,真雄找到了!烏统流氓想趁机演变成种族宗教冲突 不能随意建任何宗教场所,马哈迪,相关法律将出牌 西蒙政府将会制定相关法令,禁止任何宗教场所建立在非信徒拥有的土地上 不能随意建任何宗教场所,马哈迪,相关法律将出牌 随著147年历史的书邦在野USJ25的斯里马哈玛利安曼兴都庙发生骚乱事件后 西蒙政府将会制定相关法令,禁止任何宗教场所建立在非信徒拥有的土地上 首相马哈迪指出,政府已针对日前发生的星斗妙骚乱事件提出解决方案 即会通过一项议案,规定日后若要在国内任何地区建设任何清真寺、寺庙或教堂等宗教场所 务必事先获取地方政府的同意 马哈迪今日在土团党总部主持该党最高理事会会议后 在记者会受寻时指出,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寺庙都建在别人的土地上 透过有关议案,日后相关议题将可以解决 赞助商连结,马哈迪也是土著团结党主席 他说,他们,信徒,不能将宗教场所建立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 他说,雪州书邦在野海景,Fearfield,斯里马哈玛利安曼兴都庙最终会否被拆卸和搬钱 目前还没有定论,而上述方案是未堵决日后类似事件在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寺庙都在没有获得土地主人允许下兴建,结果当地主要所回土地时,问题就发生了 寻集雪州政府是否已确认将通过赔偿发展商方式,取回该片土地归还给该星东庙管理层,他披露自己不清楚这件事 其实早在2007年,当发展商One City发展有限公司向雪州政府购买庙值所在土地时,就已经埋下的导火线 在2007年的接下来7年间,发展商层和星东庙委员会针对土地问题多次会面讨论,而问题就出在有两批人同时声称拥有该神庙的管理权 在经过荣誉的司法大战之后,涉及的各道,包括One City发展有限公司点雪州政府,及宣称拥有星都庙的双方则拉巴及那家拉组达成一项同一千庙,外加赔偿的共识 赞助商连结 不过,那家拉组后来反悔,并声称该庙是其前辈所建立,他及数个议议公民组织过后一同反对签庙 发展商律师以15万请50马来男子创入星都庙 内政部部长慕尤丁公布警方调查结果,指发展商律师以15万令吉雇佣了大约50名马来男子,负责闯入和控制星都庙的工作,以协助发展商夺过寺庙的土地 慕尤丁在记者会上直言,这样的行动明显违反了法律 律师骗请了马来人要控制寺庙,所以你们能理解他们,星都庙,的感受 根据警方的调查,为数十五万令吉已经交给了这个群体的头目,以执行闯入,夺过和控制寺庙的工作,至少50人被请来执行这项工作 每一个人可以获得150令吉到300令吉 One City公司虽然早前被指示星都庙所在地的发展商,但该公司曾向当今大马否认雇佣黑帮这么做 赞助商连结 沐游丁出马,真凶找到了 百年印入妙逼千冯波的真凶,原来就是发展商的律师,违法出资十五万雇佣50名马来黑道凶徒报告地 所谓的报告地竟然就是无论使用任何手段,包括拿把冷刀冲进去庙宇逢人就砍 父女小孩都不放过,放火焚烧庙内十八辆轿车,把刀架在庙宇主持人的脖子上发出死亡恐吓,无所不用其极,以达到赶走信徒,摧印度庙的目的 这种邪恶手法,简直就是把法律操纵在自己手上,为所欲为,是法律透明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游手好奸,吃饱等死的马来年轻人,告不清事件真相就被某些邪恶的极敦马来政治人渣煽动 不知死活跑去印度庙是微高喊真主伟大,意图将整个事件导向种族宗教纠纷的死路去 真是他妈的受够了,马来流氓网顾法律去印度庙行凶,关阿拉屁事 赞助商连结 新兜庙骚乱起因慕尤丁,发展上律师顾马来黑帮闯庙驱赶 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表示 USJ25区百年星斗妙骚乱事件的起因,是因为发展商OneCity一方的律师雇佣马来黑帮闯庙驱赶拒绝千亿的星斗妙信徒,与种族冲突无关 他说,经过调查,我们证实有关骚乱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发展商OneCity一方的代表律师 采用了违法手段,即雇佣马来黑帮闯庙驱赶拒绝千亿的星斗妙信徒,从而造成了这连串的骚乱事件 他表示,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21名涉案人士协助调查 而当中两人为OneCity发展商的律师 其中一人为华裔,另一人则为乌裔 不过,我们仍在调查有关雇佣黑帮的决定,究竟是发展商律师辞字的决定,还是受到发展商一方的指示 赞助商连结 他是在今天中午于内政部召开的记者会上,向媒体这么表示 陪同出帮出帮记者会的,上游全国总警长丹斯里福兹以及内政部秘书长拿斗斯里阿威 雪州书邦在野的斯里马哈马里安曼星都庙外连日报发骚动和集会,内政部长慕尤丁揭露 警方调查显示,发展商律师支付15万令吉于50名男子,已拆除新都庙,进而酿成第一晚冲突 他今日在布城内政部召开记者会时表示,发展商速度要执行停令,但遭反对千妙的信徒阻止